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今天呢,咱们准备了426个能量 来抽一下这个工坊的一个钻石A车 叫做黄鸭 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比较的特殊啊 还是6个轮子的 会抽这一辆车的人 大部分应该都是为了情怀吧 那么这一辆车的强度呢 我们从这个定位上面来看 上面的标签是国服转向飘移 不会吧,这辆车真的就有国服记录了吗 但是它的转向是真的好啊 可对于这个钻石工坊A车 我觉得还是冰魄比较强吧 而在颜值方面也是冰魄比较好看 像这一辆A车的特性呢 是属于性能车 所以说像这种车的话 还是比较适合那种技术比较好的大佬啊 目前像这种车的外观呢 就已经出了有三辆了 就是勋章A车 还有一辆B车 跟这一辆车 所以这辆车让我看起来就特别像B车 你们知道吗 整辆车看起来就特别的小 而且还没有特效这一点就非常的尴尬 所以说像平民玩家 想要抽一辆比较强的砖石A车的话 我建议还是等冰魄会比较的好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这辆车是需要花上多少个能量 才能够把它给抽出来 现在就已经抽到了第九格了 抽最后一格 就是差异组这个能量就可以把它给抽出来 看吧 这边刚好就抽到手了 最后剩下了129个能量 算一下是一共花了297个能量啊 相当于7000整的一个钻石了 如果是你会抽这辆车吗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你们的讲法哦 感谢观看